馬上先來問大家 因為現在大家對接下來的行情 到這個年底的時候 很想幫自己賺一下 今年最後的衝刺 但是又覺得很緊張 先問我們縣長這三位高手 你覺得年底有沒有機會攻上 我們要樂觀 正向一點 攻上萬九 Yes or No 清財哥 對 我也是看中立 看中立來講 我是覺得說新高會過 因為我上次來講 是講說會到18600 萬九差一點點 因為接著下來是 中小型比較有機會 其實來看我們這樣 像這個禮拜的一個高點是 17988.88 對 888 這是暗示 對 這是一個暗示 但是我覺得說 因為中小型股票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說 稍停一些給外資來 你現在在外資休息 這給他們太高 外資生氣回來就不買了 所以我覺得會過新高 但是一換九 可能要稍稍等一下 OK 三位都建議落袋偉安 沒錯 該賺的 進口袋的還是你真的獲利的錢 沒錯 現在跟我們來看 這一波小白又開始有點回事 航海王是不是又回來了 代量上漲 是不是有機會重返榮耀 還可以期待嗎 對 航海王來講 就是說散戶看錯 為什麼看錯 因為一直棄船 你看看我們從上個禮拜就講說 這一次航海在跌什麼 不是基本問題 是籌碼面的問題嗎 所以散戶看錯就什麼 一直賣一直賣 所以我們看散戶的人數是一直減少 大戶的人數一直增加 對 韭菜的命運何時才能夠改變 沒錯 法人也是看錯了 法人看錯怎麼樣 他趕快回補 所以這一次來講 我們就是整個航運來講 就是看起來來講 就是說我們以這個陽明來講 原本大家認為他賺40塊 今年賺40塊 明年賺35塊 結果最新研究報告出來 今年賺46塊 明年賺53塊.22 明年比今年成長 大概就醞釀了一個機會 所以說這一邊來講 其實我們從自己的線影看 這一波是怎麼樣 產戶回補 這個是法人回補 整理下來的時候 法人看不對 繼續做一個加碼 當然你有 譬如說我們有長榮也好 有陽明也好 你可以來看 現在這個146到150的密集掏牢區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來講 就是說你已經賺了錢 怎麼樣牢牢 把它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你覺得這邊應該要 解套了就出場就好了 不是解套就出場 解套就出場 那你就賺不了大破斷 怎麼樣 我們做移動式的聽力 這一條叫五日線 五日線往上 只要它不破五日線 你就一直抱 一直抱 五日線破了 你就匆匆那種出場 賺的錢就在你的口袋裡面 長榮是這樣 陽明是這樣 我們看望海都是這樣 現在都站在這個五日線 所以說這邊一定 我一直在這邊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五日線的操作很重要 那五日線操作又可以賺波段 又可以保護 就這麼簡單嗎 就這麼簡單 五日線之上就留著 貨就賣 對 就賣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就相對的一個很簡單 另外來講除了航海說 航空現在更強 為什麼 因為現在來講這些 大家要船要不到 貨又趕快 聖誕節又快到了 所以現在就是用航空 用飛機把貨載過去 看到海運有沒有 走了這麼一大一波 如果說你這邊照我講的 在這裡買 這裡破五線 你就去把它輸掉 這裡又站在五線 又買 買了之後它會等到哪裡 不要異色立場 因為怎麼樣 異色立場你往往就會賺不到 投資會一定永遠記者 這種操作叫做 賺大賠小的操作方式 你只要用這種操作方式 保證你在股票市場 無往不利 OK 好 賺大賠小也是適合 短線進出 因為現在波動比較大一點 就記錄這條線 五日線線 欣賞哥 剛剛說物價也差不多已經 畢竟要3%了 錢放到銀行是不到1% 所以你放到銀行裡面 隨便都貶值2% 到底要怎麼樣對抗通膨 甚至泡音通膨好幾倍 有沒有一些抗通膨的概念 高值利率的股票 我們請清財哥來幫我們選 好的 為什麼就是說叫大家一定要投資 這個是在中國大陸算出來的 中國大陸的一個利率 都比台灣還要高 44年前你存入1200塊 44年後你可以拿到2684塊 存44年 44年 那要不要投資 你44年 你不論買黃金 買股票 買任何 你買台積電可能存1200塊 可能現在是好幾萬 好幾千萬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叫大家要投資 大家覺得通膨現金為王 但是現金為王就是這樣 這個是活生生的歷史 那中國大陸的 報酬率1%多 1%而已 對 那它的利率比我們還要高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投資 這個東西來講就很重要 那當然要投資來講 我們講的這一個存股 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我跟你講 就是要抱著這個選老婆的心態 就是不能選女朋友的心態 女朋友合得去 請問選老婆跟女朋友什麼不同 不一樣 男孩子選老婆 這個要選慧 對不對 要可以持家 要怎麼樣 條件是不一樣的 就看比較長遠的 我們存股來講 跟女朋友出去玩 不是 不是 你們有來講選就可能 可能條件不是比較看長期的 你們有不合 大家就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存股來講 存股要走得遠的 對 一旦選進去 我存股至少兩年 三年 對不對 所以說講到存股 大家要講到什麼 金融股 金融股為什麼最好存股 因為它比較沒有漲 比較沒有漲 反而是你持股很重要 一個地標的 我們如果說以金融股 今年我來選 我覺得開花金 最值得大家去做一個留意 你看它前三季已經算2.05了 現金殖利率7.6% 這個是我們目前法人估計 明年電子在整個金融股裡面 殖利率最高的 另外來講就是說明年如果 還有升級階段 它的毛利率怎麼樣 它會更賺錢 所以這一個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國內的金融股 每一年跟剛剛我們有明兄看完一樣 每年的農曆春節之後都是怎麼樣 都是漲金融股 所以存股來講 就是說你抱著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買了之後換比較長線的 我不要說我今天做比較短線的 你心態不一樣 自然就會怎麼樣 自然來講你都可以買到好的股票 當然來講很多人就說 只有金融股 不是 我們再介紹另外一檔給各位看 這一檔叫什麼 叫神達 神達 大家講到神達 叫什麼 高興很牛皮 對不對 要等很久 對 要等很久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很多這些等很久的股票 都在大展 為什麼 大家的觀念不一樣了 那我們看 神達前三季賺9.56 當然它這個是用 它在美國的通路新Nex來講 它因為這一個 它去轉投資另外一家公司 它的持股比例降到5.53% 所以它把它提列成 有些業外收入 以前來講就是 全域法現在改成本法 這個賺大概5塊多 它本業也有3.88 對不對 第二個來講什麼 法人現在估它現金的殖利率 是11.8% 11.8%來講 我想說打敗所有的定存 打敗很多的這個 我們目前的一個投資功力 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找存股 就是說今年股價沒有大漲到的 大漲到底就危險了 它今年股價只有漲21% 這個在電子股裡面算漲很少的 為什麼 因為今年你看看 只是從8500點漲到18000點 它只有漲21% 所以說像這一種來講 而且公司跟你講說 它明年的業績 四大的一個領域都會賺錢 神達在整個雲端這一塊來講 是全世界龍頭 Cinex來講去詬病 全世界最大的IT廠 它現在是全世界IT的一個龍頭 所以你覺得股息跟價差都有機會 對 買這個也有賺股息 也有賺價差的機會